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几个基本的小概念 那其实呢 我们目前给大家的介绍 它其实呢 都是属于证券法的 那关于证券法的一个学习 如果说呢 你想把它掌握得特别好 给大家一个学习的小窍门 你呢 可以把你自己想象成为 你就是中国证监会的一个领导 好 那在这个时候 你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主要是两个 第一呢 是维护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诚信 第二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那其实呢 你在去学证券法 非常多的一些政策的时候 你把握住这两个角度来作为出发点 其实呢 很多政策你就可以迎刃而挤了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第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关于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好 那这块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呢 我们还是一起来想一下 如果说你是公开发行 那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满大街 四海八荒 谁都可以来买 也就是满大街这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都可以参与到这些认购过程中来 那因此呢 对于公开发行 显而易见 你作为一个监管者 从中国证监会的角度出发 我肯定就要对公开发行实施一个比较严格的 或者说比较强的一个监管 那如果说我是非公开发行呢 也就是我会向特定的这些对象 往往这些对象可能呢就是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不管是相应的金融的知识水平 还是一个实力 还是它的风险承担能力 可能呢和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在这时候既然是大家都比较懂 大家都是金融机构 那这时候对于非公开发行 是不是从监管力度上 我就可以呢稍微弱一点点 这样子呢 节约更多的监管资源 在公开发行这边 所以说这就体现了我们的一个监管思路 就是呢 一定是分类的来进行管理 那在这里边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公开发行 我受到的是强监管 那这个非公开发行可能相对来讲 是比较一般的监管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储合焊介的吧 把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给它界定清楚 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界定清楚的话 将来呢就不可能去适用相对应的一些监管措施和政策 所以说最开始在根上 我们就必须要把什么叫做公开发行 什么叫非公开发行 给它储合焊介的划分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会被界定为是公开发行 第一个呢 我们是向不特定的对象去发行证券了 那你想都是不特定的对象了 也就是四海八荒 谁都又可以来买 那这首肯定是属于公开发行 好 接下来第二个 我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 但是呢 累计超过200人 那在这里边你注意一下措辞 它说的是超过200人 那就是大于200人的意思 如果刚好等于200人呢 刚好等于200人是不会被界定为是公开发行的 我们要求的一定是超过200人 但是呢 我们在计算这200人的时候 你注意 如果说有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 他其实呢 并不会被计算在内 那你想一下 我之所以要界定清楚 什么叫做公开发行 主要的目的呢 其实是保护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保护他们的一个切身利益 我对他要做一个强监管 因此我才去界定公开发行 而如果是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这个员工 你本身就在这个单位 你就在这个公司上班 所以其实呢 你对这个公司怎么回事 你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变息能力在的 所以说呢 我需不需要把你也介入到这200人的空间中去考虑 这块呢 就不需要了 所以说呢 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 它其实呢 是剔除在这个范围里的 也就是他们不计算在内 是剔除掉员工持股计划的人数以后 我们来算 说你向特定对象发行 有没有超过200人 好 这个呢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最后呢 是一个兜比条款 也就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的一些发行行为 那这些呢 都被界定为是公开发行 那与之相对应的 除了公开发行 我们就属于呢 非公开发行 好的 在这里边 如果说咱们是非公开发行的话 那您就老老实实的 不能够采用广告 公开劝诱 或者是变相公开方式 换句话来说 如果您采用了广告 公开劝诱 或者变相公开方式 那这块就会涉嫌构成公开发行 好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核准制和注册制的问题 那在这块呢 其实也是在实物中炒作的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 其实是慢慢的从核准制向注册制来进行一个转型 好 那在这里呢 我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核准制 什么叫做注册制 那它主要体现的其实是一个监管思路的调整 然后呢 我们再说现在 我们国家其实现状是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介绍一下核准制 核准制呢 其实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 对于证券行业这块的一个监管思路 那就是一个核准制 核准制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家长制的这么一种监管方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 特别是这个股票市场而言 我们国家有一个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二级市场 它是以自然人投资者为主体的 而西方国家呢 可能现在已经都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证券市场 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就是呢 以自然人投资者为主体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韭菜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中国证券会的领导 你肯定是要对这些自然人投资者 充满了呵护和关怀 因为如果说韭菜搁得太狠 那有可能呢 会导致社会稳定性风险 因此呢 我们当初的这个监管思路就是 既然说咱们的这个投资者 相对来说没有具备这么多的金融知识 没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 那这时候呢 就要靠我们政府来给你把把关 所以说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发行人 你想要到资本市场上来发行一些股票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们作为证监会 作为这个监管部门 我呢 必须对你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 我要看看你这个发行人 是不是呢 足够的健康 足够的好 我再把你放到资本市场上去 因为如果说我对你的检查 或者说把关不严格 这时候把你放到资本市场上去 有可能你就会损害掉 中小投资者的一个利益 所以说这个时候所谓的一个核准制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就是会觉得投资者可能相对来说呢 基础知识和风险承担能力都比较薄弱 所以需要我们的监管者来帮助大家去把把关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见 那在核准制下 我们对于发行人的这个发行的条件 那肯定是会比较多的 比较繁杂的 零零总总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 我要对你有一个比较强的限制 我才可以达到一个资本市场 看门人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核准制 它的一个监管思路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注册制的监管思路 那这个注册制呢 也是目前很多西方国家 他们所采用的一种监管模式 那这个注册制的监管思路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呢让监管的问题归监管 让市场的问题呢归市场 也就是注册制 它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信息披露 那这时候作为监管者 我需要要保证的就是 你这个主体 你必须要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只要说你敢信息披露造假 那这时候我就会代表投资者 把你告到倾家荡产 也就是大家经常 你可以去听说 国外有很多上市公司 又被美国的SEC给告了 或者是支付了一个天价的 一个罚款出来 那往往呢 其实就是信息披露有问题 好 那这块 我们国外的这些监管机构 或者说注册制下面 我们这个监管的思想就是信息披露 你必须要保证你进行了真实有效的信息披露 好 那除了我们监管者要负责信息披露之外 其他所有的东西应该是归由市场来自主进行决定 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保证这个发行人 你把全部的相关信息向市场进行了一个 如实披露之后 将来你这个发行人 你这个公司 你是不是值得投资 这个呢 应该是由每个投资者自主来进行决策 好 既然是投资者你自主进行了决策 将来投资所带来的后果 那是亏是赚 也是要由你自己来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们政府呢 也是不管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注册制的一个思想 它底层的逻辑就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我们要看住的就是信息披露这件事 只要你信息披露OK了 那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归属于市场 由市场上的参与者 也就是这些投资者来自主的决策 这个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你自己自主的来进行抉择 将来呢 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那这块呢 就是一个注册制 那你能够看到 注册制向下 其实呢 我们对于这个监管思路 是会比核准制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的 那目前呢 也是我们国家未来 关于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方向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说目前在咱们证券法里边 关于注册制它是怎么来说的 它说的呢 如果说你公开发行证券 那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公开发行 说如果咱们公开发行证券 这时候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条件 并且呢 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是国务院授权部门的一个注册 好 那说白了就是 如果说将来你想公开发行证券 那这块呢 必须要走注册制 要经过证监会 或者是呢 国务院授权部门的一个注册 那这时候未经依法注册 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就说了 说目前我们国家资本市场 好像并没有全面的转型成为注册制 那这块的话好像看起来 证券法的这个话说的就是 全面注册制的一个意思 那为了呢 切合我们国家 现在资本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 然后呢 你看到 它后边又加了一个小尾巴 小尾巴说的是 我们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 怎么样 由国务院来进行规定 其实呢 就是给我们现在的这个转型 还是流出了足够的一个窗口期 好 那现在呢 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有效的一个政策法规来看 比如说像科创版 那它呢 从成立之初就是注册制 那你比如说创业版 那我们呢 是前两年把它从核准制 转型成为注册制 那这个去年新开市的这个北交所 那它呢 也是注册制 以及呢 我们现在 如果说公开发行的是公司债券的话 我们呢 也从核准制 全面的转型成为注册制了 所以说这些 它呢 其实都是注册制 好 那在注册制的监管和审批模式之下 我们发行人呢 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发行材料 提交给证券交易所 让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审核 那交易所审核完成之后呢 你到中国证监会这儿 履行的其实就是一个注册程序了 好 那这块呢 就是关于核准制和注册制 它背后的一个监管思路的调整 那它不同的一个申报的一个程序 以及呢 目前各个板块 对于核准制和注册制的一个适用情况 那这块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呢 我多说一句 就是目前你经常能够在实物中听到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操操着 要朝全面注册制改革了 那就是说 早晚有一天 将来我们这个主板也会转型成为注册制 所以大家呢 通过考试要趁早 你还是要赶在我们这个主板核准制的时候 赶紧把这个考试给它通过了 否则这个主板一转为注册制 那又有一大堆的这个条件 可能又需要大家重新去进行学习了 比如说最典型的你的发行条件 好 那这时候可能你IPO的问题 你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问题 可能所有的条件又天翻地覆的变一变 所以这时候呢 大家最好赶在2022年 就把咱们综合阶段的考试赶紧给它过掉 这块不要再去拖了 否则将来这个一变的话 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 说证券交易市场的问题 那这个呢 可能也会结合一点点实物中的现实情况 让大家呢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之后 你再来进行后续的学习 算是呢 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那首先呢 关于证券交易 我们呢 是分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 那所谓的场内市场 其实呢 就是指的证券交易所的市场 我们管它叫场内市场 那在交易所之外的就叫做场外市场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一个政策呢 其实在场外市场里 我们分成了两类 一类呢 叫做集中交易的公开型场外市场 这个集中交易又是公开型的 其实呢 已经和交易所市场非常非常的类似了 那它呢 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新三板 也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也被称之为叫做全国股转系统 就是我们俗称的新三板 好 那除了这个集中交易的公开型场外市场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呢 非集中交易的场外市场 这个呢 指的就是各地的一个区域性的股权市场 好 那在这里大家呢 稍微去了解一下 当然从考试角度来看 我们更多的肯定还是要去考察这个证券交易所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目前呢 我们国家有几个证券交易所 我们是有三个了 有上交所 深交所和北交所 那我们先来看上交所 上交所这块呢 它其实主要有两个板块 一个是主板 一个呢 是科创板 主板呢 实行的是核准制 科创板呢 实行的是注册制 好 那接下来再看深交所 深交所呢 也是有两个板块 一个是主板 一个呢 是创业板 其中呢 主板现在实行的是核准制 创业板呢 实行的是注册制 那以前呢 其实还有一个中小板 那现在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中小板 全部被整合到主板里边来了 所以说这块就不会再有中小板的问题了 你也不要再去想了 如果说你是前几年 通过我们筑块经济法的考试 可能以前还有中小板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全部以主板来代称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可能大家比较好奇的 就是这个北交所的问题 那这个北交所呢 确实是90年代初期 上交所和深交所开市之后 将近30年的时间 我们呢 国家又开了第三个证券交易所 就是北交所 北交所呢 是去年11月15号的时候 正式开市的 这个呢 算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大事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北交所呢 它现在实行的是一个注册制 但是呢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殊之处的 什么是特殊之处呢 首先 我给你说一说 北交所现在的这些上市公司 它是哪来的 那其实呢 在北交所开市之前 我们国家其实是有这个新三板的 那在新三板里边 当时在北交所开市之前呢 新三板它是分层管理的 它呢 主要是分成了三层 最下面呢 其实是基础层 那中间呢 其实是这个创新层 最上面呢 其实是这个精选层 好 那我们北交所一开市 它其实呢 直接就把新三板里边 精选层的这些公司 连锅直接端到了北交所来 也就是以前新三板精选层的这些挂牌公司 他们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北交所的一个上市公司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是对于北交所这些寄存的上市公司 它是哪来的 那等到未来 如果说一个公司 想申请去北交所去上市交易 成为一个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话 这时候呢 你注意 你不能直接贸贸然的 跑到北交所来申请一个IPO 它呢 是不予受理的 这时候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北交所的上市公司 你首先还是要到新三板来搞一搞 这个时候呢 只有说 你在我们新三板里边 之前的这个精选层已经被连锅端了 那现在还剩基础层和创新层 那您呢 只有在这个创新层里 待满12个月 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申请 向北交所提交一个申请 而且呢 这里边你注意一下 你在北交所去递交的一个申请 它的这个发行不能够被称之为叫做IPO 你只能够被叫做向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份 并且申请北交所上市 它是单独的一种发行情况 这并不等于是IPO 所以说这里边你注意一下 说如果你想在北交所上市 其实呢 必须要在新三板里边的创新层 挂牌满12个月 你才能够来北交所上市 好 如果说咱们已经是一个北交所的上市公司 那将来呢 你还可以谋求转版 你可以转到创业版和科创版上去 好 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 但如果说你是上交所 申交所的这些板块 如果一个公司我想申请IPO 你是可以直接来提申请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主板的话 你肯定的是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 走核准制 如果说是科创版 创业版 向相关的交易所提申请 我们走的是注册制 所以这里边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这个北交所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特殊之处的 那它现存的这些上市公司是哪来的 它新增的这些上市公司又是哪来 那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呢 应该说综合阶段 它不会直接的来考察 只是我觉得呢 大家都已经考到了综合阶段 你还是有必要对我们国家资本市场 现在的一个实务情况呢 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 同时呢 这些点对我们后续的学习 是会呢 非常有帮助的 好呢 接下来呢 我就要正式的 开始给大家去介绍股票的发行和交易这个模块了 那在这个模块里呢 我们会接触到非常非常多发行条件 那有些同学呢 就会觉得非常的晕 所以说呢 我们在正式学习之前 先给大家呢 去搭建一下咱们学习的框架 然后呢 咱们再沿着具体的一个框架来学知识点 好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 我们现在在给大家讲解的 其实是普通股的一个发行 因为如果你要是优先股的话 咱们呢 是在混合筹资里边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一单元 主要讲的还是普通股的一个发行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分第一刀 那这个第一刀呢 其实就是分为IPO和上市公司再融资 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业务类型 好 那我前面呢 和大家说过了 如果说你是想去北交所上市 我们这个叫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 它呢 其实并不等于IPO 它和IPO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一回事 所以在这里边呢 你稍微知晓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教材呢 今年关于这个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且在北交所上市 它也讲到了一点点发行条件的问题 但是呢 从我们综合阶段的一个考试情况来看的话 我个人判断这个点呢 应该不至于出现在综合阶段的考试中来 所以说呢 我在构建框架的时候 我给你放上了 但是这个黄颜色的字体 它其实是没有讲解的 所以这块呢 我们等会儿是不会来讲这个的 你稍微知晓一下 说在实物中其实还有这个北交所的一个问题 那这块呢 我们更多的给大家讲解的 其实呢 还是这个IPO 所谓的IPO 前面说过了 它其实对于公司这个发行人而言 其实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我们这个IPO 它叫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且上市 所以这块呢 它是包括了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两个动作的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的一个框架结构是这样的 由于这个IPO 你将来面临着不同的板块 也就是主板 科创板和创业板 那目前呢 从监管实物的角度来讲 科创板和创业板 它的发行条件非常的类似 但是呢 略微有些细节上的不同 我们筑块经济法教材在介绍的时候 直接呢 就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像 它就只介绍了科创板 关于创业板呢 它就说这俩很像 所以呢 这一块 既然说教材 我们呢 是以科创板为例 给大家进行了讲解 所以说呢 咱们在学的时候 也是以科创板来进行学习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在实物工作中你要知道 说这俩其实并不能完全的划等号 也就是你各式各的IPO条件 你还是要分别去看的 只是说呢 我们教材上 它在讲解的时候 它呢 给你把这个约等于直接合并同类像 这块大家稍微知晓一下 好 那我们再去介绍IPO条件的时候 其实呢 首先 只要你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你都有一个必须要遵守的发行条件 这个是不管你将来登录任何一个板块 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 好 那这个条件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呢 其实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板块 来介绍它各自的一个IPO条件 那这个IPO条件其实主要指的是发行条件 好 那在主板里边 我们讲完了发行条件之外呢 还会给大家来讲一下上市条件 那什么是发行 什么是上市 已经讲过了 这块不赘述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好奇 说既然是讲了主板的上市条件 那科创版和创业版有没有上市条件 好 这个呢 实物中不但有 而且人家的那个上市条件 比主板的这个复杂的多 但是呢 好在我们筑块经济法教材 对它是没有收录的 好 既然没有收录 我们干脆就不用去学了 所以说这一块呢 我们讲发行条件的时候 其实是都讲的 而且呢 包括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是大家都需要遵守的 然后再介绍特殊的各自的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最后呢 关于主板 咱们再介绍一下上市条件 好 那关于IPO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这么多 那紧接着就是 如果说一个公司 好 我已经是IPO 变成一个上市公司了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 我呢 想继续的去筹资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上市公司再融资 那这块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上市公司去发行证券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分为不同的板块 来给大家介绍的 所以这里边的第一刀 我们分的是主板和客创板 那还是那句话 创业板呢 被合并同类像了 好 那首先呢 先来看主板 主板呢 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呢 从这个发行的角度来看 我可以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那这块呢 我们非公开发行 其实指的就是定向增发 好 那这块公开发行 我们呢 由于它是叫做主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证券 所以说这里边 它其实从这个管理办法的角度来讲 它其实不仅仅是发股票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证券类型 比如说可转债 以及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好 那我们在公开发行的时候呢 我们奉行的办法是说 只要你是这个上市公司 你想公开发行证券 你就必须要满足一个一般条件 那这个一般条件是说 不管你将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时候你都必须要遵守了 是一般条件 好 那除此之外 你针对不同的一个发行方式和证券品种 我们呢 还要满足自己各自的特殊条件 那首先第一个呢 方式就是配股 那这个配股前面和大家说到过了 说只有您现在是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东 你才有资格参加到本次认购中来 这个就叫做配股 也就是向原有股东进行一个股份的配售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向不特定的对象 我们公开去发行股份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增发 那这个增发的话呢 其实就是四海八荒 谁都可以来买 这个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 好 这两个呢 其实是关于普通股的一个发行 好 那除此之外 其实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把可转债 以及分离交易的可转行公司债券 也纳入到这边的监管中来 说这个可转债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我在发行的时候 其实我发的是公司债券呀 那我发行的是公司债券 我为什么要把它纳入到 普通股的一个发行监管中来 那是因为 虽然你发行的时候 它是债券 但将来呢 它是有可能去转股的 所以说你看起来发行的时候 是公司债券 但最后实际上 你发的是啥 你发的还是股票 那因此呢 我要不要把你纳入到 关于发行股票的监管框架中来 那肯定是要纳入的 但是呢 这块 由于呢 咱们整个单元的一个设置问题 这个可转债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我们呢 是在混合筹资的那块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所以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没有讲 所以给大家呢 标了一个黄颜色的字体 那你呢 在学习的时候 你知道一下 这块呢 我们是在第三单元 来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好 那这块呢 我们聊到的 是说对于这个主板的上市公司 我可以公开发行 可以非公开发行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监管模式 对于公开发行 又包括了一般条件 和特殊条件 好 那接下来再看 科创板上市公司 科创板上市公司呢 我在分第一刀的时候 我没有叫它公开发行 和非公开发行 这个呢 按照别人的这个监管办法 它是叫做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和向特定对象发行 所以这块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措辞不太一样 那我向不特定对象 去发行的时候 我又是有配股 增发 以及呢 发行可转债 如果是向特定对象发行 我也呢 可以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也可以呢 向特定对象 去发行可转债 那这块呢 同样的 之所以要放可转债进来 是因为 我发的时候 有可能是可转债 但实际上 会造成一个 发行股票的法律后果 因此呢 要把它纳入到 普通股发行的 监管框架中来 但是呢 咱们在进行学习的时候 我是放到了第三单元 来进行介绍的 因此呢 咱们在第一单元的时候 这块位置 是没有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好 那这块呢 就是关于 股票的发行 与交易这个部分 我呢 等会儿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学习的框架 大家呢 首先 你把这个学习的框架 先把思路 给它梳理清楚 未来呢 我们再进入到 某一个详细的知识点 进行学习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 说它其实在我们的 整体框架里 是已经学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呢 你有了一个框架感 再进入到具体知识点的 学习 你呢 就不会去迷失方向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 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 只要您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条件 也就是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那在这里 如果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我们呢 应该符合下列的条件 首先第一 具备健全 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好 那这个点呢 其实如果说命题老师想考 他呢 也是可以来进行考察的 无外乎呢 去考察一些 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话题 所以你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点呢 其实是可以隐身 来进行考察的 第二点呢 我们说 要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好 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一个 监管思路的调整问题了 那如果说以前 在核准制下 那核准制是不是说 我们政府 手伸的是比较长的 我是需要帮广大的投资者 来把把关的 那在这个时候 在核准制向下 你去看很多发行条件的时候 往往我们要求 这个发行人 是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 也就是说 你要持续稳定的赚钱 但其实大家说 一个公司 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可不可能只赢不输 就是只赚钱不亏钱 这其实可能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违背正常的商业逻辑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监管思路 也慢慢的调整 也就是在注册志向下 其实我们并不是强调说 你一定要持续盈利 你只要是能够持续经营 就可以了 那只要你如实的去 披露一些信息 那这时候 你是不是具有投资价值 交由那广大的市场主体 来进行一个确认 那其实你能够看到 很多这种高科技企业 比如说去造新能源汽车的 或者是很多互联网的平台公司 那它其实在这个刚开始这个业务 刚开始这个赛道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要靠烧钱 把这个赛道给它烧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它可能还真的没有办法去盈利 但是呢 只要你能够保证 它持续经营 那你说这样的一些公司 它有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 所以慢慢的 对咱们的监管思路呢 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现在 其实更强调的是说 您具有一个持续经营能力 就可以了 你不能招不保息 说今儿这个公司还在 明儿再一看 说这个公司已经破产清算了 那这个肯定不可以 所以这块呢 我们要求您是具有一个 持续经营能力 但是呢 我们并不过多的关注说 您一定要持续盈利 好那接下来 第三呢 就是最近三年 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的是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还是我给大家强调的 说现在呢 我们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所以这块 你的财务会计报告 必须呢 是干干净净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可能你的这利润表上 有可能是赚钱 有可能是亏钱 但是呢 你的财务是不能造假的 必须是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好那接下来 第四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最近三年 不存在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 刑事犯罪 第五呢 是一个斗地条款 也就是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 好那这个呢 就是说 不管咱们将来 想要去登录 主板也好 创业板也好 科创板也好 您都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也就是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大家都必须要满足的一个条件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板块的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IPO条件了 首先呢 先来看主板 那我们这块给大家介绍的 也就是在主板上市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那它其实呢 可能我平时在授课的时候 我一般就说IPO条件 但其实我们知道 还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还是一个发行条件 这里边大家去注意一下 它其实本质上 是一个发行条件 好那这个点大家能够看出来 说16年考过 18年考过 20年考过 今年是22年 那你说考不考 这个我觉得考不考 是密提老师的事 但是呢 这个点必须要掌握住 这个呢 是我们每一个考生的事情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主板IPO的一个条件 首先呢 先来看主体资格 它说呢 发行人应当呢 是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那在这呢 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 持续经营的时间 应该呢 在三年以上 但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 所以这块呢 大家注意两点 首先第一 我们这发行人 您必须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是不能够来IPO的 另外呢 就是持续经营时间 应该是在三年以上 这个呢 也再次的向我们传递 说这个公司在做IPO的时候 不是它设立的时候 而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因为这时候 发行人 已经至少持续经营三年以上了 好那在这里 来看一个问题 这个点呢 是密提老师 比较喜欢去考察的一个地方 他说的是 如果咱们的发行人 我当初成立的时候 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呢 我在发展过程中的 某一个时间点 我按照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 我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于你三年的 这个持续经营的 一个时间的考察时间点 我可以追溯到呢 从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之日期 来计算 我们持续经营的一个时间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考试的时候 一定认真的审题 一定是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好那在这块呢 给大家补充一点点小资料 因为呢 其实我们现在 今时今日 综合阶段的考试 它其实呢 是越来越贴近实物的 所以呢 我今年在给大家授课的过程中呢 我会时不时的 给大家补充一些实物中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主要是为了去拓展 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我们 这个考试中 要掌握的知识点 所以这块内容呢 你去了解一下就可以 其实是不需要掌握的 但是呢 它就有点像你小学的时候 去读一些课外读物 这课外读物 不会对你的考试 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就是它不会直接来考课外读物 但是你课外读物读多了之后 其实呢 对于你的这个水平能力 还是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说呢 在这儿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 来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 好那这块的内容呢 就是在一个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中 我们就说过 说这个公司准备首发上市 持续经营的时间 起算的时间 到底是怎么来算的 那在这里呢 它会给出一个更详细的表述 需要大家呢 去注意 它说的第一句话 其实是后面前面是重复的 它说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原账面净资产 我折股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词落在变更这儿 我是整体变更的话 那这时候呢 持续经营时间 是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之日期来计算的 但如果说我们有限公司呢 是以经评估的经资产 折股 我去设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 我们视同新设股份公司 业绩是不可以连续计算的 好 那这块呢 其实这里边过多的点 你不需要去理解 我为什么把这点放在这儿呢 放在这儿是因为 有可能命题老师 人家是对这个东西很熟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把这个点 当成一个陷阱 来给你挖设出来 所以说你在考试的时候 虽然咱们考的就是这句话 但是你在审题的时候 一定特别认真 如果命题老师呢 他就用这句话给你放上来了 说如果呢 我们是以这个经评估的净资产 我们呢去折股 然后重新去设立了一个股份公司 那这时候 我们持续经营的时间 可不可以从有限公司 成立之日期计算 那你注意 那时候就不可以了 所以这个关键词呢 是变更这儿 我把这个点放在这儿 是因为我比较害怕 命题老师呢 拿这个表述 当成一个干扰选项 挖设一些陷阱 那如果说大家平时没见过这个点 你很有可能就掉进去了 这块呢 你见过了 考试的时候自然能够分辨出来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喜欢去问的一个问题 这块呢 他在问题解答中也予以了回应 就是我们首发规则中的 最近一年 其实就是以12个月计 最近两年 其实指的就是最近的24个月 好 最近三年就是以呢 36个月来进行计算 好 这个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第二点 他说呢 发行人的注册资本 已经足额的去缴纳 那这里边你不能有一些 出资不实的情况发生 发起人或者是股东呢 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不存在着重大的全数纠纷 好 那这块呢 我想稍微说一下这个 在我们比较早的考试年份的时候呢 命题老师关于这个点 他出过一个小题目 但是那个题目呢 其实有一点点小争议 所以后来呢 就没有在这个点上 再出过题目 我稍微去说一说 你大概有个印象就好 他其实当时说的是这个发行人 可能就是这个公司 那他呢 可能想去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 比如说啊 这个房子是300万 那这时候呢 他可能就预付了 比如说200万的一个预付款 然后交给对方了 然后呢 对方呢 因为这个房子 有一些各种各样 全数的一个纠纷 所以说呢 这个房子并没有顺利的 过户到发行人的一个名下 后来呢 他们可能就赶在IPO之前 就把呢 这个购房的一个合同 给他解除了 然后呢 把预付的这200万呢 也给你退回来了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问你 说这件事 现在呢 属不属于我们这儿谈到的 说主要资产 不存在重大全数纠纷 那这块你能够看到 由于呢 这个买卖合同 也已经解除掉了 而且呢 我们之前预付的资金也回来了 所以呢 你就能够回答 说他其实呢 不属于说 重大全数纠纷的问题 但是呢 那道题 为什么说有一点点争议呢 是因为说 你对于一个发行人而言 他的体量往往是很大的 你买个几百万的房子 这个属不属于 他的主要资产 其实是在这个点上 可能有些同学 会有一点点疑虑 那当然呢 可能也是命题老师 他呢 当时可能 就是说呢 对这个问题 思考的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呢 这个点在当时 考过一次之后 将来呢 就再没有出现过 但是呢 毕竟 他曾经考出来过 所以呢 你大概的去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说万一今年考试 如果说又出现了这种 比如说公司的主要资产 在全数方面 有一些纠纷啊 诉讼啊 你知道 他其实是在考察你这个点 你会往这个点上来思考 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再看第三点 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呢 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呢 国家的产业政策 好 接下来再看第四点 这个点呢 是命题老师 特别特别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他说呢 发行人最近三年之内 主营业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发生的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呢 没有发生变更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重大的变化也好 变更也好 它其实呢 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也就是最近三年之内 所以命题老师呢 他比较喜欢考察到的一个点 就是呢 他会告诉你 这个公司 我是在某年某月的时候 来提起一个IPO的一个申请 那在这时候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 我可能有过一些 董和高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形 这个考点就在于说 你能不能够判断出来 它究竟是不是属于 我们申请IPO的三年之内 你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界限 当然从考试角度来讲 什么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生重大变化 那你注意变一个 可能很难称得上是重大变化 所以一般来讲 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 他跟你说 比如说整个公司 董事会成员 半数以上 都进行了一个变化 那这个呢 肯定就属于重大变化 那另外呢 这个实际控制人 如果说呢 发生了变更 比如说爸爸 把这个实际控制权呢 给到了女儿 那这个你注意 它是属于变更的 所以这里边呢 一个考试的时候 喜欢考这个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重大变化 一个呢 喜欢考实际控制人的 一个变更 那我们综合阶段的考点呢 其实是在于说 你能不能够判断出来 它是属于 最后的这三年之内的 如果说它是在三年之外 比如说它是在五年前 有一个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那这一块呢 其实是不影响 它本次IPO的 你稍微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些 实物中的一个内容 帮助大家呢 对这个点 有更好的一些理解 好 首先第一个 如果发行人 最近三年之内 持有实际支配 公司股份表决权 比例最高的人 发生变化 而且 我们变化前后的股东 不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视为 公司的控制权 会发生变更 这个点呢 其实是实物中的 一个热点问题 也是经常呢 去被问询的 或者说审查 关注的一个点 但是呢 从咱们综合阶段的 考试来讲 命题老师 不会出到 这么难的一个程度 他呢 往往就会比较 直白的告诉你 说这个董事长 他可能本来是 实际控制人 现在把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就直接给到了 女儿等等 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比较直接的 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块呢 只是供大家一个参考 好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说呢 在首发业务解答里边 他其实呢 说过 说发行人需要满足 最近三年之内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的条件 那在这里边 在实物当中 我们如何对这一点 来进行把握 就是什么叫做 董和高的重大变化 好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他也给出了 一个解答 大家呢 去读一读 这个对你呢 复习备考 是有帮助的 他说我们的发行人 应该呢 按照要求去披露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变动情况 中介机构呢 对上述人员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的认定 应该呢 要本着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综合两方面的因素 来进行分析 第一呢 是最近三年之内的 变动人数 及比例 那其中呢 在计算人数比例的时候 你注意 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合计总数 作为基数 第二呢 就是上述人员 因离职 或者是无法正常参与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是否会导致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产生一个重大 不利影响 所以这块呢 你就注意了 咱们的考试 和实物中 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也就是实物中 我在去界定 董和高 有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的时候 是以董和高的 合计人数 作为一个基数 来考察它的比例 但是呢 我们综合阶段的考题 它往往就会告诉你 关于公司的 董事会成员 比如说有半数以上 进行了变化 所以说这块 就是实物 和我们的考试 稍微呢 有一点点不一致 这块呢 你不需要去纠结 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看到了 命题老师那种表述 还是要把它判断为 是说呢 关于这个董和高 有重大变化 好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 我们最近三年之内 发行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变动人数 比例较大 或者说呢 是董和高的核心人员 发生了变化 对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这个时候呢 是要视为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这块呢 他又给出了一个 不构成重大变化的一个情形 这个呢 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综合阶段的老师 应该不会考到 这么走火入魔 或者说疯狂的一个程度 他说的是 如果变动后 新增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呢 来自原股东的委派 或者是发行人 内部培养产生 这手原则上 是不构成人员的 重大变化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都是同一个股东委派的 那他接儿委派张三 明儿委派李四 那其实张三和李四 你就是个工具人 因此呢 其实你不重要 所以说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这个点 又或者说这个董和高 本身就是公司内部 培养起来的 所以这块呢 也是不构成人员的重大变化 那这时候 发行人的管理层 因退休 调任等原因 发生一些岗位变化 我们呢 也是不轻易的 认定为重大变化 但是呢 发行人应该披露 相关人员变动 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好那这块呢 其实反复给大家强调 它是实物中 对于这个重大变化 是不是呢 构成了一个界定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不会这么难 它会对它呢 进行一个简化的处理 好那这块呢 谈到的是说 关于这个董和高 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但其实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主营业务 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 一个看法 那这个点呢 在之前很早的年份的时候 我们呢 综合阶段 是考过这个点了 所以这块呢 必须给大家来讲解清楚 好我们这块 谈的是什么呢 它其实谈的是说 现在有个发行人 那我可能呢 马上就要去冲击IPO了 那因此呢 其实我在IPO之前 很有可能当初 我们这个发行人的 实控人下面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我对它 进行一个角度三枯 那结果呢 现在我准备要去冲击IPO了 可能呢 我们这个实控人 就把自己名下的 非常多的公司 进行了一个打包和重组 就说白了 就是打包上市 把这些公司 都装到一个发行人 主体当中来 然后呢 打包整体的形式 来去冲击IPO 这个呢 其实是实物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但是如果说 我涉及到这种 相关或者类似业务的 一个重组 那这块的话 它属不属于 我们前面谈到的 最近三年之内 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 那这时候 会不会对我的IPO 构成一个法定障碍 影响我的IPO 所以这块 必须要决定清楚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看 说你的这个重组 是不是我们同一个 实际控制权人 下面相关的 在这里呢 分为两位 一个是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 下面相同的 一个呢 是非同控的 所以这块 首先要分清楚 那么首先呢 先来看这个同控的 它说的是 发行人报告期之内 如果存在呢 对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 下面相同 类似 或者是相关业务 来进行重组的话 如果说呢 你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我们视为主营业务 是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的 好那这块的 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 我们被重组方呢 应该自报告期期初 进予发行人 受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的控制 那如果说被重组方 是在报告期内 新设立的 应该呢 是自成立之日 进予发行人 受同一个公司 控制权人控制 好那说白了 就是这个被重组方 和我们发行人呢 应该是受到 同一公司实际 控制权人的 一个控制 这个呢 是第一个条件 好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被重组 进入发行人的业务 与发行人 重组前的业务 我是要具有 相关性的 也就是业务 具有相关性 那这两条呢 必须是 同时满足 才可以呢 视为主营业务 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那什么叫做 业务具有相关性 比如说我是相同 或者类似行业 或者是同一个 产业链的一个 上下游 这些呢 都属于业务 具有相关性 好之前呢 在比较早的 年份的时候 咱们综合阶段的考试 就在这个点上 考过题 那那个题呢 如果你再去回答的时候 其实就是 这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受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控制 一个是 你的业务 具有相关性 你把这两个要素 回答出来 你就可以直接 下一个结论 主营业务 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好 那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 那我们这谈到的是说 对于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下 相同 或者是相关业务 的一个重组 那如果说呢 我是非同一控制下 业务重组呢 那这个时候 会不会引起 发行人 主营业务发生 重大变化 我们呢 按照这两个原则 来进行判断 这块的话呢 大家也是稍微 去注意 盯防一下 我有一点点担心 我们最近一两年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来开始 另题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小心一下 好 那在这里他说的是 对于呢 重组新增的业务 与发行人 重组前的业务 如果说是 具有高度相关性的 那在这里边呢 被重组方 重组前 一个会计年度末的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或者是前一个 会计年度的 营业收入 或者利润总额 如果达到 或者超过 我们重组前 发行人相应项目的 百分之百 也就是这里边 会有一个比例 如果你超过了 百分之百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会视为发行人的 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说这个里边 如果说业务 具有高度相关性 那这四个指标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这块比例 如果是大于 等于百分之百 这个就属于 重大变化了 好那 如果说我们的 在重组前的业务 是不具有 高度相关性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四个指标 只要是大于 等于百分之五十 就要视为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稍微 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这个点呢 其实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 在考到杰克上市的时候 他稍微呢 打了一点点擦边球 涉及到了一点点 这块内容 所以说这块呢 大家先有一个印象 未来呢 我们讲到专题二 杰克上市的时候 讲到那道题的时候 我会呢 再次给大家来提示一下 这个点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 关于发行人 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的问题 我们之前的那道历年真题呢 考的是同一公司控制权源 下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块呢 你注意盯防一下 如果是非同一控制下的 一个业务重组行为 是不是会构成 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考到的话 你呢 如果命题老师 给了你一些 这个相应的指标 你要能够去算一算 然后这块呢 你倒不一定是说 要把这个法条 给它回答出来 比如说你拿那个指标 算一算 算出来说150%了 那你就说 这个已经达到了150% 然后呢 这个视为 它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你就直接给它 写出来这个就可以了 你倒没必要 把这个法条 给它背下来 因为这个法条 毕竟呢 我们教材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说呢 其实你只是通过 一个定量的 一个指标计算 然后最后 咱能下一个结论 说这个属于 主营业务发生 重大变化 进而呢 可能会对你的IPO 造成一定的影响 你能够把这个话 给它说顺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 这块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就是在IPO之前 可能它会有一些 业务重组 打包上市的问题 这块呢 大家盯防一下 大家盯防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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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